溫泉早已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更是旅客规划行程的重要元素与体验 本集将为各位介绍日本温泉简史 以及各家杂志选出的最新温泉旅游资讯 不仅今年试用 年年都试用 各位公游大家好 我是龚头坚 年末年初的交汇 日本的杂志总会推出许多的温泉特辑 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我自己算不上对温泉非常喜爱或者执着 但是我在写这一集的脚本的时候 也觉得好想马上冲去泡温泉 所以闲话莫题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首先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杂志 一个人2023年11月号 以去再多次都想造访的最高温泉100特辑中 就以两页的蝙蝠介绍了温泉的日本史 十分钟就理解的历史知识与科学 破题就说温泉是地球的火三代特有的自然恩惠 在不少的国家都有 然而与他人坦承相见并肩泡汤的共同性 却是日本独有的文化 毫无疑问 温泉是自人类之前就存在的 但是有文字记载的日本温泉史 则是在八世纪的日本书记中提到三谷汤 就是四国一语道后温泉 现今神户附近的游马温泉 以及和歌山县的谋楼之汤南际白冰温泉 大家都知道日文中的汤指的就是热水 也被引申为温泉的代名词 至古就被认为是神的恩惠 并且由于富含各种矿物质 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时候 作为一种疗愈的方式 还被称为神汤药汤 到了平安时代 汤制已经成为公家贵族普遍的活动 位于晋姬跟初云的七历 游马玉兆温泉 都曾经出现在《整朝子》这本文学作品中 佛教大型之后 更有传说由行姬、空海、一变等 大师开启的功德汤 到了连昌幕府的时期 由于行政重心离到关东 元奈朝也喜欢温泉 又效法三谷汤选出三明泉 就是草精、游马、夏侣 到了战国时代 几乎每一位有名的武将 都有自己领国内喜爱的蜜汤 封城秀吉甚至将游马汤山 列为他的直辖地 由此可见 游马温泉真的是从古代到中世都是名泉 到了江户时代天下太平 虽然因为江户原本是湿地 所以本身没有什么温泉 但是从各地运来给将军享用 又称为御用吉汤 而且透过服饰会或者滑稽本 等等的庶民文化的传播 使得前往一世神功的进香团中 温泉旅行也未为风潮 正式成为一种全民运动 包括德川家康、凡本龙马、西乡龙圣 都是温泉的爱好者 而到了近代明治维新 又将温泉提升到医学的高度 为了全民的身体健康大力的推广 夏木素食等等的文豪 也都实行到温泉旅馆去写作 更因为铁道的日益普及 使得前往温泉区去旅行更加便利 从此就奠定了温泉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在杂志中提供的资料 日本将温泉分为十种泉质 并无高下之分 而是各有其特色 除了常听到的硫磺泉、碳酸水素泉、寒铁泉 还有盐化物泉、硫酸岩泉 甚至放射能泉等等 至于杂志主题 日本全国最高之温泉100 那就真是很难全部说完 只能说他们列出了名汤五大铁则 那就是脚底下就能涌出 汤量丰富 西出物多 也就是矿物质含量多 还有汤色优美 以及古色古香的风情 可以说日本是将温泉这种文化 婉转到极致的国家 另一本许多人熟悉的杂志 Brutus 2023年的12月号 则是推出美味的温泉主题 顾名思义就是很好喝的温泉 喂 的确欧洲人多半是用喝的 我在捷克也喝过 但它其实指的是由温泉通 和美食家选出的温泉旅宿 对嘛 光是泡温泉有一些寂寥 如果还能够搭配美食 那就完美了 在这份名单中 包括了长野县志赫高原的 色温泉 西部温泉 这里又被称为 汤田中色温泉香 油打中西部温泉区 包含了十处温泉的总和 有超过一百家以上旅馆跟饭店 你是不是觉得 怎么都没听过 其实这里从东京驿 搭上路新干线 到长野 再转当地的电车 到汤田中 车程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还算是方便 其次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九州大分线的 别府温泉 百普翁山 涌出量日本第一 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的黄石公园 我也曾经帮它做过 在台湾的宣传活动 第三则是长崎县的小滨温泉 奥巴马温泉 跟云仙温泉 云仙温泉 许多早期旅行团 会从云仙天草国立公园的 岛圆港搭船去雄本 可惜停留在此 享受温泉的人应该不多 而小滨市还因为日语的读音 奥巴马 在奥巴马总统的时代 还大大做了一番的宣传 第四又是长野县的野泽温泉 野泽温泉 也是冬季的滑雪阵地 跟前面提到的草津温泉一样 滑完雪就能泡温泉 并享受美食 真是非常向往的体验 第五则是 冰库县的城崎温泉 Kinosaki Onsen 不瞒各位说 这也是日本朋友 私下推荐给我 说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 它是位于冰库县北部 靠近日本海 从大阪的梅田义搭电车 也是大约三小时左右 看来这个三小时 似乎是从都会区到温泉乡 最合适的时空距离 简单地说 许多人非常向往 三行县的银山温泉 而城崎温泉 正是被称为 关西最具传统文化的小城 冬季下雪的时候 颇有银山温泉的氛围 而且在江湖时代 被称为海内第一泉 这份美味的温泉名单 最后一个是山口县的长门汤粉温泉 Nagato Yumoto温泉 可能也是最不容易抵达的 最好的方式 就是从新干县的新山口翼 自驾开车前往 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而这里有一家大古山庄 别底阴信 是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的 列名在日本未知宿的名店 未知宿 是由住在京都的作家 博锦授老师选出来 位于日本各地 兼具住宿跟美食的旅宿 毫无疑问是符合评选的标准 其实所谓美味的温泉 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当地有类似 未知宿这一般的温泉旅馆 第二就是当地的温泉街上 有相对高水准的各种餐厅可以选择 其实想一想也是真的 如果把泡温泉当作是旅行主题 到那边总不能一直在泡汤 也是必须搭配美食或者风景 才是完美的 杂志中当然都介绍了以上六个温泉箱 推荐的餐厅以及酒吧等等 可惜无法一一介绍 或许各位到当地去自行发掘 也是一种乐趣吧 其实近期以温泉为主题的杂志 还包括Casa Brutus选出的日本全国优良设计温泉旅宿 温泉200家 Clear Du每年选出的享乐艺人温泉2024 Discover Japan选出的对人生有疗效的温泉 还有旅行独卖的只要15000日元就可以入住的明汤之树等等 到底要选哪个来为各位介绍 我也是难以取舍 像我自己可能就会选对人生有疗效的温泉 因为实在太需要了 不过如果从现实面来说 或许能让更多人规划形成有帮助的资讯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从旅行独卖中挑出几家相对容易抵达的旅宿来介绍 首先是群马县水上温泉的座山水上 Zazan Minakami 从东京搭新岸线转巴士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是由昭和初期创业的温泉饭店水上馆更新而成 同样位于东京翼两小时左右车程的 还有千叶线的管山海滨饭店 Tadeyama Seaside Hotel 神奈川县中川温泉的饮汤之礼信玄馆 新盐坎 还有栗木县的板胜日光旅馆 Saka Hiji Li Nikko 以及群马县的伊香堡温泉横手馆等等 但要特别提醒的 这些名单是只要15000日元就可以入住的名汤之数 或许并非崭新奢华 但应该是CP值相对较高的 但如果我们来看另一个主题 也就是Casa Brutus选出的200家优良设计温泉旅宿 那又是完全不同的情境 必须说因为我以前毕竟是美工科出身 有许多的同学也还在做室内设计 翻看的时候真的是不断发出 哇哦的赞叹声 这个温泉200有好几个评选标准 包括建筑设计美食地景接待 以及整体的温泉箱等等的条件 而且特别介绍了由建筑大师设计的温泉旅宿 包括板茂 威严吾以及安藤忠雄 例如板茂 班 茂 茂 茂 他曾经将一座充满希望的建筑 送给921大地震之后的台湾 就是南投埔里的纸教堂 更因为设计台南美术馆二馆 而获颁为荣誉市民 2018年他为山形县赫岗市设计的 水田露台庄内饭店 被誉为仿佛浮在水面的绝美旅馆 令我惊讶的是它有多种方形 一般的价位并非很贵 只是交通成本相对比较高 要从仙台或者是心系转车过去 之所以被列入温泉旅宿 是因为不仅有SPA跟三温暖 还有被称为天色之汤 月白之汤 珠露色之汤的大浴场跟露天风旅 浮在田梗上的旅树中度过情耕与毒的时光 是它的标语 其实毕竟有一点像是蓝阳平原 就看郊西附近有没有人有魄力或者财力盖一间呢 威延无的代表作则是奈良的傅甫奈良 傅甫奈良 傅甫这个品牌 是我之前在介绍京都新旅树的时候就提到的 也有朋友留言说看了影片入住觉得很满意 而这家又被誉为奈良傅甫酒店 相对就属于高价奢华的范围 灯明隐厕 梦朔平成 亭屋易如的奈良旅树 每次看到这种文案就觉得他们找来的人有够厉害 而由于走高价奢华的路线 不仅有客房私人温泉浴池 还有包租的药浴 至于安藤忠雄的作品 则是位于爱原县松山的 セトウチ 翻译过来就是 这也是一家走高价奢华路线的温泉旅树 大家知道松山的道后温泉原本就很有名 但安藤大师设计的旅树位于松山义 自驾车程半个小时的车上 拥有山与海的绝佳视野 而且全部只有七间房被称为赖户内海的晋级之师 甚至是赖户内海最美的酒店 当然价格也就不特别亲民 它拥有无边界泳池以及三温暖等等 其中四间有半露天的风旅 定房的时候要先问清楚 不过以我个人的观点 它的设计反而盖过了温泉这个主题 是否喜欢就看个人喜好咯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是愿意多花一点交通跟时间的成本 去到一个游客汉至天高地远的传统温泉箱 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如此呢 当然在这许多本杂志中 如果还要说一个最常被提到的饭店品牌 那就是新野集团的借 凯 我在官网上看到 他们目前已经有23所旅树的设施 从最北北海到百老温泉的借 坡罗多 一直到最南路尔岛的借 雾岛 相信也有不少台湾旅客体验过 但他们也没有找我业配 那就算了 呃不是啊 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你是否也有自己喜爱的日本温泉箱 或者温泉旅宿呢 都欢迎留言跟大家来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